还记得去年奔跑吧里面被杀一嫌弃的小肋豹郑凯吗 听着浑渊的肚子不停地吃 因为这一切都是恋爱胖或幸福肥 近日郑凯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则贴文 终于为大家解惑了 原来是为新增胖啊 你天天跟着我想干嘛 自我介绍 我叫吴天忆 今年17岁 我叫刘铁菊 今年17岁 来自林海 等会儿 你谁 17 超越这个 你就是我的偶像 我 好超越我爱你 一个小迷递 看到自己的偶像 超越这个 上厕所给的地址 小博师姐 踩我 坤 踩我 天妞 我就不欺负你了 大师哥我不客气了 别客气 有点 天果了啊 拉开拔 拉开拔啊 拉开拔啊 哇 你到底是镜子 你后期应该可以带我这个肚子吗 这个 放这个 但这个我估计我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今夜的郑凯为了诠释一个退役后发胖的运动员 只花了两个月可以尊重10公斤 我一天吃午饭 早中晚宵夜绝对不能落下 有时候会逼着自己去吃这个东西 没有感觉到吃饭自己 两个月的时候 从130斤直接吃到了将近快170斤 自己把自己吃成了跟硅胶一样的形状 这绝对已经超过那个假肚子的成果了 对吧 你的呼吸节奏也会改变 你的走路的形态也会改变 甚至于你的血压都会改变 那时候真的就上两节台阶就开始 网友们纷纷在底下留言 心疼他为戏如此的努力 不惜牺牲颜值 郑凯也打趣的说 要给大家他的增肥食谱 如今最新一季的奔跑吧 已经开播 看着郑凯又变回精壮的小猎豹 网友们还是比较想要获得凯哥的瘦身食谱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那个新电影的电影票也大家收一下 好 来 来 来 哥 来 来 马上就要放映了 可以 希望大家在影院多多归此 你为什么使我的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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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关集在那儿了 关集是电影 来 记得包场 回答你包场 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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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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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